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 欢迎收听教牧支援 牧师对不起对不起 真的很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抱歉抱歉抱歉 不要再不好意思 你实体聚会也迟到线上聚会 你也迟到 牧师这是你真实的反应吗 要不然我该怎么反应 理由一大堆 借口总是讲不完 没错弟兄姐妹迟到的理由真的很多 可是迟到也是牧者心里的一个痛 你想想牧师们同工们好不容易预备了聚会 都已经ready好了 可是你就看到弟兄姐妹 帅帅来迟 会堂稀稀疏疏的几个人 这个聚会一开始就让人觉得 好像都还没准备好 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 他在华人地区常常举办神学讲座 那他在台上讲道 那么台下就有人陆陆续续进来找位置坐 于是他就在台上公开说 他说为什么你们搭火车不敢迟到 搭飞机不敢迟到 但是参加上帝的聚会却敢迟到 哇大声疾呼 这个牧师很勇敢 他敢这样说 他一向是这么勇敢 那么提到这个 怎么样面对迟到的会友 我刚才说不管是实体的聚会 有人迟到吗 那有的教会就 反正时间一到 我把门关起来 你就到副堂去 你就到外面去 反正门关了 你到外面去哀哭怯耻吧 对不对 那在这种后疫情时代呢 我们线上直播 线上直播就比较难了 有人迟到 那你说有啊 我就用一些社交软体啊 用Zoom啊等等的 用就是不允许你进来呀 不允许进来呀 那也有这一种的 但是其实啊 其实呢 为什么他会迟到 对 快 我觉得变成了一种习惯了 有些人就是习惯迟到 对 那美国ABC新闻呢 有一项调查呢 那么就谈到 其实美国有15%到20%的人呢 他们会习惯性迟到 嗯 变成习惯了 那么他 why 他为什么老是会迟到 大概有 六个原因 嗯 六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我想你听听看合不合理 第一个原因是呢 通常会迟到的人 他是来自于生活步调比较慢的 原生家庭或是地区 嗯 所以他觉得呢 迟到呢 不见得是有什么大碍啊 比方说在乡下好了 吃这个研席 嗯 他根本没有什么准时开动的时间呢 你如果来了就先磕瓜子嘛 然后跟在乡下嘛 就跟同桌的 聊天嘛 左邻右舍聊聊嘛 所以迟到的人呢 也不会呢 好像什么都没得吃嘛 很可能他来自于生活步调比较慢 嗯 在时间呢 的这个上面呢 比较没有那么强调准时的 这样的地区或是原生家庭 嗯 所以可以先了解一下 是 他坏 他为什么迟到 第二个呢 是他可能是呢 反映生活中的压力 嗯 他反映生活中的压力 比方说呢 他有很多的压力是你不知道的 啊 啊 当他出门的时候呢 他有好多压力啊 嗯 他不懂得去拒绝别人的要求 当他要来教会 结果呢 隔壁的邻居呢 就托他呢 托他去做一件事 他又不好意思拒绝 然后呢 也帮这个做事 帮那个做事 帮这个丢垃圾啊 帮那个买东西 或帮那个接送孩子呢 哎 他就好像呢 因此而呢 他不懂得拒绝 嗯 所以他迟到只是反映他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的面向的压力 啊 他在承受的这些压力 第三个呢 第三个就是呢 他太过于自信 太过于自信 他觉得 算准了 时间 他算准了 他觉得他不会迟到 哎 这一点我就听说啊 在香港他们的地铁呢 其实都是很准时的 万一没有准时 那不得了 因为很多的香港居民 他们是算得很准的 对 所以如果真的地铁出了差错的话 哇 那是不得了的 对 但是这种太过自信的话呢 比方说好了 我从家里 刚才你说的 我从家里到火车站要一个小时 从呃 我坐巴士到机场呢 要一个小时 可是如果在过程当中有事故 嗯 有塞车 对 有我们所没有办法意料在内的这些意外 那你没有留这个缓冲的话 太过自信的话 那很有可能呢 就会迟到 嗯 所以他为什么会迟到 因为也有可能 因为他这样 他就是太过于自信了 是 第四个呢 呃 他有可能有一种心理状况是 他要争取他的控制欲 嗯 他有他的控制欲 是啊 因为平常他在 他周间在职场上面 他能够控制的范围太小了 好 所以他下班之后呢 哎 他就有一个很大的反弹 他希望能够按着自己的节奏 嗯 然后来进行他的生活 所以心理学家也有研究 为什么有一些人习惯性会迟到 他就是因为平常被控制的太厉害了 他觉得他在假日他要解放 放松 他要自己做主 他要时间呢 是他的仆人 他希望按着自己的节奏 进行 那第五个呢 那第五个呢 就是要表达抗议 抗议啊 这种叫做呢 呃 被动型的攻击 很可能他对于牧师 不爽 对对对教会有 意见 有意见 他不满意 所以他就通过这种被动型的攻击 来表示抗议 所以如果你说不准迟到 不准迟到 你们怎么可以迟到 你们搭火车都不敢迟到 搭飞机都不敢迟到 为什么参加聚会敢迟到 其实他背后是对你不高兴 嗯 那你如果没有去意识到这块 敏锐到这块 处理到这块 你只是说不准迟到 他照常迟到 第六个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 很可能那是一个权力的游戏 权力的游戏 怎么说呢 因为很可能呢 迟到的一方呢 他是想要吸引你的注意力 我平常 我就是烦嘛 我就是长得很平凡嘛 那牧师你都没有注意到我 我如果也是按照时间聚会 参加你也没有注意到我 但是我如果迟到了 我如果拖拖拉拉了 那你就会注意到我 就是透过这个呢 来让牧师可以正视到他的 存在 对 刷存在感 刷存在感 所以与其说这第六点 是一个权力游戏 他希望能够吸引对方的注意 正视他的需要 但是真的就是像 您刚才所说的 他是一种刷存在感 那因此你发现呢 弟兄姐妹迟到 你规定他不要迟到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这个背后有生命的牧养 我们需要个别去了解呢 他为什么老是会迟到 坏你了解了 我们再来思想 好 如何帮助这些经常迟到的会友 我在想啊 如果平常你是一个上班的员工啊 如果公司规定你迟到了 你就要罚钱 你可能不敢迟到啊 这样罚下去怎么得了 可是教会希望你能够准时来参加聚会 你迟到 教会好像也没有什么样的这个 惩处的方法 因为这个大家都是 我们来到教会 就是自由行政 总不能不让你进来 帮你赶出去啊 或是罚你款 对啊 那怎么办呢 对 当然刚才有提到说呢 我们需要了解弟兄姐妹 为什么老是迟到 我们需要了解他生命的问题 他原生家庭的背景 因为来自于生活步调比较慢 所以原来他是这样子 那要怎么样慢慢帮助他 或是呢 他其实有生活中很多的压力 他是好好先生 他是好好太太 出个门 那大家都说你顺便帮我干嘛 顺便帮我干嘛 太多顺便了 那就要帮助他学习 怎么样去立界线 怎么样去拒绝 那或是呢 有人跟你表示的是抗议 他这个被动型的攻击 你就要了解到底他在乎的是什么 他要跟你抗议的是什么 或是他是要争取 按着自己的节奏进行 他觉得他平常工作都被控制 那他觉得被控制很痛苦 那了解他工作这一块 或是他觉得要刷存在感 存在感 那你如果在平常的时候就有关怀到他 有看到他的存在 那也许他就不会迟到了 那所以我们谈到如何帮助经常迟到的会友的话 第一个 迟到很可能 如果处理牧养生命的问题之后 他迟到很可能是技巧的问题 刚才我们有说有人太过自信了 技巧的问题 他觉得他要到一个地点 他应该要在九点的时候出发 所以他常常就好像只有想到的是出发的时间 然后没有把意外的时间 缓冲的时间 或是做准备的时间 放在里面 所以迟到很可能是技巧的问题 技术上的问题 技术上的问题 所以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 你要帮助习惯性会迟到的人 请他换一种方式 就是设定不是设定出发时间 是设定准备时间 设定准备时间 有的时候设定准备时间 我是什么时候要开始准备 我准备要上班 我准备要参加聚会 那我准备 我发现我如果九点需要出门的话 那我吃早餐我需要半个小时 八点半八点半 那吃早餐以前呢 我希望有一点零修 惯喜跟沉淀 八点半可能半小时 半小时就是八点八点 那我起床之后呢 礼拜天嘛 不希望匆匆忙忙的 希望呢还可以起床之后呢 在床边坐在那发呆 发呆十分钟 七点五十 所以你要去把这些都算在里面 这是技巧 你要把准备时间也设定在当中 那刚才说呢 那你本来是九点是出发嘛 但是你没有把这个意外时间算在里面 那你可能 万一 万一塞车 最严重的话 那也许要多个半小时 所以你的出发时间 可能就必须延到八点半 那刚才说的准备时间 又要都往前延 就是在技巧上 技巧上可以帮助他 帮助他 因为迟到很可能是技巧问题 第二个 当然迟到很可能是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 那这个心理问题跟教母有关 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 也许他的原生家庭步调慢 他生活压力 各方面都别人都叫他顺便 就顺便 那么或是他觉得表示抗议 或是需要刷存在感 这些心理问题的话 就你需要经过更深入的跟他去探访 去了解 才能够慢慢帮助他 那第三个 第三个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我是觉得如何帮助经常迟到的会友 是比较积极性的 就是让他了解 不是什么迟到不迟到 要了解找到的优点 是啊 优点太多了 对 不要把自己的好像目标设在不要迟到 而是我要找到 我要找到 比方说如果假设我们实体聚会可以非常的正常的话 找到 找到 像在我们教会里面 在早上的时候 虽然是九点聚会 可是我们八点半到九点 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让人家觉得 很得帮助的会前敬拜时间 是是 哇 他配合着灵修神学 音乐 经文 哇 真好 默想 然后诗歌的带领 沉淀 哇 能够帮助你在一个灵修式的敬拜当中的 有一个心灵的定位的重整 是 那就鼓励你了 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哦 我会前有这么一个时间 找到 找到 你要告诉他找到的优点 找到的优点 甚至包括 我们九点聚会 但是牧师呢 八点半就会在 教会外面的这个交仪厅这里 特别 对 牧师八点半到九点呢 要特别为一些弟兄姐妹在聚会以前祷告 好了 为你祝福 为你按手祷告 让他多一点诱因 这就不是我要准时到 是我要找到 因为找到是有优点的 找到呢 我可以呢 有机会呢 跟牧师说说话 可以由牧师呢 因为牧师讲完到他在外面 你看到散会的时候 他跟每一个弟兄姐妹握手 也不可能握着你的手就停在那儿 后面还这么多人在排队 但如果我早一点到 我可以跟牧师讲我的需要 我可以请牧师为我祷告 祷告 当然下一个建议不晓好不好 那有的时候 我们有预备呢 早餐 如果你有早一点来的话呢 就有我们预备的属灵早餐 属灵早餐 牧师有祝福祷告 属灵早餐 但是限量 限量多少份 当然这会不会有一点 这有点争议 这有点争议 我的概念就是说呢 你与其好像 说弟兄姐妹 你不要迟到 你去赶火车都不会迟到 搭飞机都不会迟到 那你把上帝算什么 算什么 倒不如让他了解到 找到的优点 必告诉他不要迟到 会不会更加的有效 愿神赐福收听节目的你 就让这一次的教目支援 成为你侍奉的资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